为了让民众能够好好地过个耶旦节 意大利决定要稍微地调降他们的防疫等级 意大利米兰的大街熙来然往 全是为了耶旦节出门采购的民众 他们戴着口罩提着大包小包的战利品 从早逛到晚 不仅商店外大排长龙 酒吧跟餐厅更是挤满人群 整座城市越夜越热闹 经过数周的严格防疫 罗巴底大区疫情警戒 终于在13号降为最低等级的黄色 餐厅酒吧可以恢复营业 但只能开到晚上6点 民众在松绑防疫第一天涌上街头 享受久违的自由 不过意大利疫情还是不乐观 13号单日新增将近1万8千例 总确诊数直逼185万例 单日新增死亡人数多达484人 累计死亡人数更是超越英国 成为欧洲并没人数最多的国家 唯恐新年假期疫情恶化 意大利政府决定 从21号到明年1月6号 民众除了上班或紧急原因 禁止跨区外出 镜头转向德国 德国的感染人数 成指数型成长 随着耶诞假期紧将到来 德国政府宣布严格的封城措施 学校跟所有贩卖非民生必需的商店 必须从12月16号起 关闭到明年1月10号 当局呼吁民众配合防疫 避免病毒扩散开来 林一齐编译